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家庭如何种植韭菜 我比较喜欢分株来繁殖韭菜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用种子来播种的 我觉得种子播种的会生长时间会比较久 用韭菜根分株的方式呢 采收时间会更短一些 而且可以反复的采收 用韭菜根来繁殖种植韭菜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就是它长到了两三年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老根呢全部给挖出来 重新分株修剪根须来给它重新排布种一次 这样子呢是有利于它的分株和后期的生长的 韭菜呢它是比较喜欢肥沃的土壤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种在 淡淋甲均衡的有机肥土壤 比较松松透气的地方 我们每次采收完之后呢 就给它上一层草木灰 放草木灰主要起到了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就是防止它伤口的腐烂 第二个呢 就是防止酒区的生长 第三个呢 在冬天在韭菜根部放一层草木灰呢 起到防寒保暖的作用 我是喜欢养花种菜的亲戚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